公室的左营区有一户民宅 他四主是养了两只狗 可是因为他欠债跑路了 所以不知去向 留下这两只狗在家里 结果呢好几个月没有饭吃 几乎都要饿死了 连叫的力气都没有 而邻居通报之后才找到了 帮他们挽回了两条的狗命 小狗受得不成狗样 四只成了皮包骨 连叫的力气都没有 流浪动物协会的志工打开门 看到两只狗四只无力的 趴在地上令人同情 本来就很可恶啊 欠倩是你的事啊 你至少要把狗 把门打开嘛 让它出去嘛 至少有个活路嘛 狗狗自然 它会出去外面觅食啊 你不是把活猴关着 连它要跑掉的机会都没有啊 这这样真的是太可恶了啦 屋子的后面没水也没食物 两只狗关在这 不知道几个月的时间 由于都没进食 狗连站都站不住 身上还都是苍蝇 其中有一只奄奄一袭 几乎断起 二十是很痛苦的 狗瘦成 一只本来二十公斤的狗 瘦成六公斤 那个是最少医院 医生说最少是 二一个月才会这样子 这个真的很可恶啊 这种人一定要重划它 看看屋主的大门 用油漆被喷上了欠钱还钱 志工猜测是屋主欠下了债务 被讨债公司追债 只好不管狗儿的死活 幸好被邻居发现 及时挽回了狗命 中电新闻 黄庸明高雄报导